这个珊瑚 这个珊瑚 我们首先要看它是所谓的种属 一些品种 那一般大家比较珊瑚 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品质 都会从颜色上先来比较 好 所以我们来看颜色 现场准备了 好几个 不同品项的珊瑚 这是比较橘红 这比较橘红 这比较橘红 这比较粉橘 这个比较白 白色 哇 这个颜色最美 你看一看你就觉得好喜欢 好红好漂亮 而且这个红很饱和 这是不是就是传统的 我们叫做牛血红的阿卡珊瑚 阿卡 但这四个品项 一般来讲 这里面来讲就是 当然是白色的是价钱最低的 最便宜的 但是你比较看这样子 假设说你有一个很厚实的白色珊瑚 可以雕刻品项 比如说是这个观音 比如说是弥勒佛 其实你也是值得收藏的 假如它的价钱不是很高的时候 我认为可以收藏 越来越少 好 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 所谓的颜色稍微粉一点的 这个粉菊 对 日本人蛮喜欢的 是 我们这个叫莫莫 这叫莫莫 桃子的颜色 莫莫 那这样的颜色当然 普遍性来讲还是量很多 那我们总的价钱来讲 这个在市场上 这个所谓的叫做接受度是不高的 不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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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能经常看日本观光客 也很爱买这种生意 是 那还有一种是我们中间要穿插的 就是一种像这样子的 它是粉白相间的 这种粉白相间的 那这个很特殊 这是产在这个中土岛 中土岛 对 它是一般的珊瑚 这几个重要的产地 中土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产地 那再来就特别的 就是像这样的一个 稍微深红色 但是又不是深到不得了 橘红 对 有点稍微橙色橘红色 这是产在意大利西西里达 这个我们称为叫沙丁 就叫沙丁 沙丁 对 那这样的珊瑚 它的质地 就没有像我们亚洲产的珊瑚 那么要坚韧 我觉得韧度稍微差一些 所以它比较上来讲 会待久了 比较会没有光泽 所以这叫沙丁 沙丁 摩摩 阿卡 那比较白的就叫 这是白色的珊瑚 最后我们要讲的 就叫白色珊瑚 最后就是一个 这是阿卡 最顶级的阿卡 其实你看阿卡 我们今天带了几个阿卡 让各位看一下 像这个阿卡 这个也漂亮 它也不错啊 对不对 又差一些些了 有没有 你看看又差一些些 有没有 再来 这个也是阿卡 又差一些些 这个比较橘 比较橘 对不对 像这样的程度来讲 这个也叫阿卡 这个叫阿卡 这个是红中透亮 那个光泽好美 对 韧度很好 很质地很坚韧 就很扎实很漂亮 这个这么红这也是 对这也算阿卡 这也是阿卡 那我们再来就谈到这个 像这个阿卡 这个颜色也相当不错 它微微的 它微微的 你看一笔 它微微的带一点 微微的橘色的感觉 那这个还是正大红色 所以放在一起比较了 如果没有放在一起比较 其实看不太出来 所以说 假设说你真的很喜欢珊瑚 我会建议你去买一个 这样子的 到浴室厂去买一个 小小一块 拿来当笔色石 好珊瑚 除了看它的品相 它的来源 它到底产在哪里之外呢 那当然最重要是看颜色 我们刚刚看到颜色 对 那除了颜色之外呢 还要注重这个珊瑚 有没有处理过 有没有优化 对 优化 为什么这么说呢 优化是什么 白化文叫妮色 是不是染色 叫做美容 美容 你先跟我说话 那因为我曾经在大陆看过一个 这个鼻烟湖 是珊瑚 很漂亮 结果原来你看好漂亮 哪有这么大的珊瑚 去做一个鼻烟湖 近看 原来是很多碎片把它交接在一起 拼接在一起 OK好 那我们就是说有一种珊瑚 它是这个所谓的 我们叫孔系率很高的珊瑚 这个是珊瑚礁的珊瑚 不是真正的宝石珊瑚 那这样的珊瑚咧 这样一个洞一个洞 一个洞 对 那我们可以把它灌礁 补礁 再去抛光以后 它就变成一个很大的珊瑚圆球 当然在珊瑚的价格里面 最贵的 就是像这样的圆球是最贵的 你这样要磨一个圆球 它要多大的这个直径 不容易 那再来就是磨成淡面 这个品像 这是第二高架 那再来就是所谓的水形 乱七八糟形的 任意水形 对 树枝状 对 这是任意形的 那再来我们有一个图片 很多孔洞 那这样的原料当然很便宜 很便宜 那很便宜的 我们把它处理过了以后 它会把它修补 所以那个一个洞一个洞 就补起来了 那是在显微镜下面看 放大镜是不容易看的 那我们要练习 然后呢 它这会有高低 因为它的硬都不同 因为它毕竟是补的 对是补的 然后有时候还会留下一些小小的孔洞 或反光面不太一样 都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有处理过的 像这个是染色的 这是修补 这里有修补 有修补 然后这些补丁 像这个染色 它颜色差距 这里比较浓郁 一大一大 对 你看这个 对啊好漂亮 对啊好漂亮啊对不对 这一粒 只有20块钱而已 你看这样一个 这个颜色很深 这颜色很深 这很深 这处理过的 优化过了 所以假如你戴这种珊瑚 穿着您今天穿着白衣服 带它一天拿下来 哇这里一串红珊瑚 印在衣服上面 还会褪色 对像这个也是染色的 然后再还有一点点补胶 那染色它会有差距 所以结局到最后就是说 我们买这个珊瑚 首先第一首选 当然就是红色的珊瑚 阿卡 我们希望阿卡 然后呢 然后最漂亮的就是圆珠状 圆珠状 最值钱的 对 那我们现在给各位一个数据 大约 假如说你买一个阿卡的 是圆珠的 然后跟淡面的 跟水行的 它的价格 假设是像这样的状况 这个水行的 小小的碎碎片 我们来当教材 你去买那个 像这个颜色的 像一公克的行情 大约 差不多在4000块到5000块台币 一公克 一公克 那如果是淡面的呢 淡面的话 是这个颜色 然后它是淡面的 那淡面当然还有分大小 我就举例说 它是正常的淡面的话 大约一公克 在25000到30000元之间 哇 差那么多啊 对 那如果是圆珠 是圆珠的话 它一公克 它要超过5万元 哇 所以价钱 是差很多 你想想看 这样一个 一个栗状 我要磨成一个圆珠 有何其难 我要很大很大很大一个柱 柱体 才能磨出一个圆珠 好 所以你喜欢珊瑚吗 在今天这些知识 可以帮助你在买珊瑚的时候 不要被骗哦